今天我要给各位看一个程式 那什么程式呢?各位好像应该很面熟 这是什么程式? 视窗程式里面的小画板 那他可以做什么? 当然筹卷我们 我们视窗里面已经有做100 所以没什么 但是我们把它改一下 那我今天这样写 1解答 1清楚 2解答 清楚 4写小一点 好 怎么做到? 可以个松一下 有点太困难 那你会想说 其实有时候会错 不是都对的 但是我已经测试过 感觉怪怪 我已经测试过一阵子 而且有调过 调过之后 目前这一个小画板 我 我的辨识子限制于数字 阿拉伯数字 你写国字他也不认识 你可以想一下 怎么做这件事 你有的线索是什么? 你所拥有的线索 就只有这一个图 其实不是图 对不对? 各位知道 手写辨识跟光学辨识 两者之间有个差异 差在哪? 那光学辨识呢 叫OCR 那手写辨识 我们通常 譬如说 handwritten jecture 有cognition之类 那 这两个技术之间 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各位所使用的Android的手机 iPad里面 都有这种手写功能 那种算是什么? 手写还是光学辨识? 光学 那种是手写 如果你在那边多一个点 会怎样? 你说这边多一个点 就在右下角多一个点 这边多一个点 好,试试看 辨识 OK 所以你要看 他到底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好 那我再清楚一下 好 如果我今天呢 写八 写的不像八 写这样 好 他还是对了 但是呢 像刚刚讲的 诶 我在这里交个圈 我最后一定会给个数字 我这个程式 没有考虑就是说 诶 我认为你什么都不是 这个程式根本就没有考虑 因为他就找最像的一个 就输出了 最像的一个到底是谁 一定会有个最像 那即使有两个最像的 那他也会取其中一个 对 所以 这种 这种程式叫做 手写 因为你的辨识的过程是 诶 这个轨迹 哪边先哪边后 那个资讯是保留的 所以你的辨识的 呃 那个对象 其实是一个轨迹 而不是一张图 是一个轨迹的 辨识对象是一个轨迹的 这种其实是手写 因为你在手写的过程当中 这个轨迹保留下来 但是呢 光学辨识是说 OK 我给你一张影像 那你要辨识出里面是什么字 当然光学辨识通常不只是一个字 因为光学辨识OCR的时候 他就是给你一个 一本 一张 一张一满字的 的图片 然后你要把里面的每一个字 都切出来 然后呢 去认出每一个字到底是什么 好 这种叫做光学辨识 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是手写辨识 不是光学辨识 OK 那 我们为了要简单起见 我们把它锁定在只有数字而已 好 那你们有没有想到 什么方法可以用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这学期不是有讲过很多种方法 但是好像每一种方法 我们似乎不容易想到 跟这个东西扯上关系 好 在理论吧 好像不太对 神经网路 其实好像可以 但是怎么做呢 好像有点困难 对 那 我们还讲过哪些 搜寻 搜寻 搜寻是做用用在那个下棋的 那还有什么 那个下棋 搜寻和下棋 一个是搜寻图形 一个是搜寻对局空间 OK 那看起来这些方法都不适合用来解这个 对 但是 往往AI的问题就是这样啊 我们 我们不是也写了 写了五子棋 好 那五子棋 你看到的 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其实我们只用了一个盘面评估函数 就是一个评估函数而已 对不对 那他就做到了五子棋看起来 还OK 至少下起来还有模有样的程度 虽然不见得会隐秘 但是 好像有点样子 或许再调一调就隐秘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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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比较像五子棋 五子棋你不是给一个旁边平补函数吗 这个 这个你也只要给一个画面评估还是五就好 怎么评估这条路径 问题是你评估这条路径的对象是什么 我该怎么样知道他到底是二还是三还是五 你有什么线索 哪些线索可以用来做手写数字辨识 那你如果能做数字辨识 那你可以扩充对不对 手写 英文或数字辨识应该可以 英文也只不过比数字多了 五十二个字母 对不对 因为大小写 分开 所以 手写十个 数字十个 英文五十二个 应该如果你可以做数字应该做英文也不会真的难上太多 但是可能会有碰撞的情况比较多 就是说你把B跟6要做区分就有点困难 B和6真的长得很像 一个是有角一个是没角 如果你没去仔细辨认什么是叫角的话 那但是要要找出角其实是有点有点麻烦的 对不对 什么叫做一个角 啊写的比较远一点就不是角了 那怎么办 那到底是B还是6 OK 在转角里面稍微远一点会怎么样 所以像这个2呢 你看 这里好像是有角的 对不对 啊如果 我这样写呢 这样就完全没有角了 对 就变成7 那如果再清楚一点呢 还是7 什么时候会变成2 诶 这时候就变成2了 为什么咧 再来一个 诶 我写大大的可以 我写小小的可不可以 小小的也可以 怎么注意 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想法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那我比较不喜欢讲很多很多理论 那你会看到我写到现在的程式 其实理论并没有给很多 但是 有些程式 你可能 我觉得 那一个 人工智慧的问题 往往 他的方法 你看都看不懂 到底他在干嘛 复杂 但是呢 当你变成一个实作的时候 你所有的那个感觉 谁就都出来 所以我比较不喜欢说 OK 从理论入手 然后那个 我比较喜欢 我先给你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OK 我做到这样 那你去想方法 你去怎么做 好 事实上 不难 来 我给各位看一篇文章 啊 然后呢 你告诉我 那个方法 能不能做到这个 然后有什么问题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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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看不到 是连在一起 啊 有了 来 这个是 谁勒 不不贵 他是个高中生 他 他有把那个 这个网站都授权给我们的杂志看 所以我每个月几乎都看他一篇 不过好像 最近也 看不到什么 什么文章要看 不过前几天我看到这一篇 我觉得 影像处理探讨便是图片中的阿拉伯数字 他是图片哦 他不是手写 他是欧西亚 但是他又不是欧西亚 的整篇 他是一个字 好 那他怎么做 高中生会做 可是你去想想看 他的方法 你还没看到之前 你一定会觉得 哇 这是一个什么神奇方法呢 对啊 但是呢 你看到的方法 你会 会吓呆 怎么会这样子做 但是 认识 可不可以 在 在某种条件情况下 可以 什么条件 看一下 他说 针对阿拉伯数字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属性的观察 但是数字的形状字体变化多端 所以想出一套很消极的办法 这个消极的办法就是统计数字占的颜色数量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 如果今天 不考虑 三个 就是多种颜色的话 那就黑白 其实搜写变词也只要黑白 有颜色就算一 颜色就算零 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 那一 就一有几个点 那你说 这样会准吗 看一下 一有几个点 那 你看 假设数字一的大小为 七个点 数字二的大小为 十个点 数字二的大小为七个点 其实应该反过来 因为二比较长 然后 然后他们颜色占有量相同的话 就会 互判 那他颜色占有量怎么做呢 你看 这里 他怎么做 其实他有分RGB 但是其实 我觉得这个方法 根本不需要分RGB 你就全部把它当成零按一也可以 那 结果会怎么样呢 你看 他最后呢 Case Black 7601的话 他就说认为是0 5417的话 他就认为是1 6061就认为是2 然后呢 只要不是这十个数字呢 他就认为无法辨识 够简单了吧 你会想过 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吗 这是7601是什么 7601就是 他先载入一个样本 对不对 然后去算 这个样本到底他的 他的点数是几点 其实他是用浓度词啦 但是如果更简化一点 就是点数几点 如果点数是7601点 黑色 我就认为是0 7601点 对 在整张图片 整张图片可能有一万点 或10万点 有7601点是黑色 我就认为是0 有那么刚好吗 有那么刚好吗 这就是问题 对不对 对啊 当然很不可能那么刚好 对啊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就是copy那个图片 那肯定是刚好 对啊 对啊 但是如果你之后面再加一个黑点上去 他就变7602 那就变不出来 对啊 够简单的方法 了解 OK 那 这种方法就是固定死的 对不对 所以他不够好 那你有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方法 跟这个很像 但是呢 比他表现的好得多 那这个7601 他那个点 他是用 他是用视觉下去看啊 就是用程式下去数 你看他从0数到4000 对不对 再从0数到4365 他连图片大小都是固定的啊 对啊 然后呢 就每个点都算啊 step为什么是15 我也搞不懂 我没有很仔细的去看他的程式 为什么step是15 照理讲每点都数就好了 那 他这边在做的 我觉得反而看不懂 但是更直觉的就是 你数点数嘛 你数点数 因为他可能因为 因为这个有三个颜色的关系 所以他还去处理 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数点数就可以了 他的做法基本上就是数点数的方法 而且是精确的 一点都不差 那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变成 可以容错 比他这个 好 容错性高 容错性高就是 我稍微少一点多一点 还是可以变得出来 你看这十个数字 其实像这个7601 那这最接近的是7388 还有7472 对不对 那我只要 在 一个认缺 对 比如说我只要超过7500的话 我都认为是7601 可以吗 都认为是0 可以吗 那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 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是 跟谁最像 就认为是谁 对不对 那 如果你今天0是7601 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是77001 那我应该认为是谁 0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看到的是5500点 那我应该认为是谁 1 1 对不对 我就找跟他最靠近的那个 那这就是最近邻居吧 我认为最近邻居 就是那个解答 好 这样够不够好 单纯用点数 其实不见得会太差 有时候这样就蛮好的 有时候 有时候 这是光学的 所以他还会把一个图档读进来 对 他有把图档读进来 有没有 还有图档名称 你知道 load picture 我懂 我懂 OK 所以他有啊 你看他辨识啊 1 有啊 这显然是印刷题啊 然后辨识完之后 OK 这辨识结果为1 辨识结果为1 辨识结果为1 然后辨识结果为2 他都对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他的样本 但是你如果要让他 不是他的样本 也能对 那恐怕 就没那么简单了 对 可是如果你用最近邻居法 可以对多少 好 那这里有个问题 因为他如果算点数 你看 这个 这个点 我知道搞不好 为什么 他要跳15点的原因 因为如果 纯粹一点一点这样算的话 可能差一点就不行 他每次跳15点 他其实看这个方块 有没有东西 方块有没有东西 对 好 那这也是一个办法 OK 所以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没容错 那你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有容错 那这样会多好 不一定 可是反而 反而 像刚刚这个例子啊 当我们不是在 在2还是几 旁边加1顶 8 旁边加一点 对不对 那发现他变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 他会变错吗 因为我可能会猜 就是 写一个数字 然后把 所有的数字都记录起来 然后 可能 跟 我告诉你我的答案 因为你不是设计这个 你绝对猜不到 为什么会变错 如果我考虑笔画数 那多了一点 其实多了一个笔画 哇 那不得了 那差很多 我考虑笔画数的结果 差了一点 其实是差非常多 那笔画数不一样 不是都是一本一个方笔画 那你多了一点 就变两笔画 对不对 啊 两笔画的呢 大概只有4 和7 对不对 7如果有写这边的话 就是两笔画 4 7 还有没有 1 2 3 4 5 6 5 4 7 5 是两笔画 对 其他阿拉伯数字都是一笔画 所以光是靠笔画数 就可以把它分成两全了 而且分得还不错 好但是我不是用分全的 我是怎么做 我算相似度 但是又考虑笔画数 还考虑什么 考虑 入境长度 我不是考虑像他那个浓度 我是考虑入境长度 就是 这一条线到底有多长 可是问题是 你一定会想说 那这个小的 不是入境长度 就会差很多吗 但是我是考虑什么呢 我先去切 切一个外框 就是说 有点的我才算 那旁边这个虽然很多 但是大家都空白 我不算 就是我先把它正规化 正规化之后 变成一个外框之后呢 再从这个外框里面去算 算0到1之间的入境长度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最小的点是0 最大的点是1 OK 同样的最小的点是0 最大的点是1 然后透过这样子去算 路径长度 那正规化之后 其实正规化之后 再算那个路径长度 就会比较准 就不会受字形的大小而影响 那如果你在外面刻意放个点 那它的框框就会变成这样 那就会搓 很容易搓 对啊 好 那这是第二个因素 我目前的程式考虑三个因素 哪三个 一个是 比划数 一个是 路径长度 第三个呢 各位想想阿拉伯数字里面 有什么样的特征 可以用来区分 数字之间 你那个特征最好是 很明显的 然后这个数字跟那个数字之间 就是很明显的差异 那但是同一个数字呢 却是很稳定 这种特征 那以我的观察而言呢 哪一个特征可以呢 其实点其实不好 因为其实点大家都从上面 那虽然有一点左边有一点右边 但是差异不大 结束点却是 很明显的有差异 一 结束点在下面 八 结束点在上面 而且是偏这边 OK 三结束点在这个下角 四结束点在中间的偏正 对吧 所以结束点 是一个 不错的判断 好 我就用这三个 特征去判断 那出来的结果就是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市 路径常是说 这个跟这个 比山来长就这跟这个 然后再比对下面这两个 路径常是什么 嗯 路径常 其实我到最后是 整体加全 那如果我只 就是针对一项的话 针对一项的话 路径常就是指说 我先把 好 好